在香港年薪百万 打工人的一天 上班咯 今天坐地铁上班 怎么都没人 是不是出去过五一了 我真的是天选打工人啊 谁懂 这是我今天的午餐 一百块港币 好大块牛肉啊 但是好好吃 吃买点配料 没错又是粉 我真的超爱吃粉 谁也别劝我 晚上吃酸辣鸡杂 这个超好吃 你们不知道 我们香港人 多爱吃四川菜吗 有粉丝说我状态好 完全不像快四十岁了对此 我想说 什么年纪 都可以发展到很好的 如果说二十岁 很年轻的这些 我觉得皮肤干净 我觉得都已经很好了 拖了三十岁 皮肤照样就会开始漏失 有一些地方是开心 会觉得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可能一晚醒来 就为什么肋膏变重 发令完变深 就会有种情况出现 到四十岁 打厚了 皮肤其实你会感觉到 开始有一点松的这种感觉 摸上去的时候 好像皮肤跟底层 好像方黎的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小的时候 都过来去做一下保养的原因就是 很早开始去保养 到你可能到四十岁五十岁 都可以保养住你现在的毛药 做所有东西 我觉得都是为自知开心而做 这不是为了别人的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保养是必须的 但是没必要容貌焦虑 极美闷 坚持锻炼 拥有好心态 才是保持年轻的秘诀